战狼2结束后,吴京一家也算是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,就算吴京不再拍摄电影,票房分红的钱也至少可以够他们一家花上一辈子,在家养伤的吴京也渐渐的变得富特起来,完全就是一副肥狼的模样。 作为吴京的妻子谢兰,也并不例外如今,也是摇身已变成了暖凉羊,吴京如今变成一副肥狼模样,却是变得异常难看,和电影里的她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,但是,她的妻子谢兰变肥了,却是变得漂亮了许多,甚至是和吴京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,谢兰胖起来那有一种富贪美,让她显得更加的高贵典雅,身为主持人的她更是会成为观众们关注的焦点所在。 如今变肥的谢兰再配上一身黄色的礼服,简直不要太美,视野线也变得更加的突出,一头短发风采依旧,还是一副老恋的模样。 变肥的她也是有和柳妍真美斗艳的资本,黄色长裙下显得特别有料,完全就轻松超越了薛东东柳妍等知名女性,果然已经让网友中间撑起来真好看。 那句话,用在谢兰身上就在适合不过,才没看雷变胖的谢兰时,永远不知道她要是变胖了有多美,最终还是要感谢战狼2的56亿票房,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丑的吴京,还让我们看到了更美的谢兰,能取得谢兰这么美这么优秀的妻子。 吴京这辈子也是相当的值得,不仅吴京猛掌,而且谢兰还摇身一变成暖凉阳,不得不感叹吴京家的伙食真好,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谢兰,只有中间撑起来的她才是最美的。 真心羡慕吴京可以找到一个那么优秀的妻子,不仅实验上能够帮助吴京突破难关,而且生活上对吴京还是无微不至的照顾,希望参长可以一直那么恩爱下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